富国岛胡志明 五天四夜的行程来啦 富国岛这个最夯的景点 参加这个旅游五星的行程 外加的胡志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今天要到富国岛 今天搭越南河空 前面是商务舱 后面是经济层 这是第一餐 先填保大家的肚子 先填保大家的肚子 先来要做什么 还要15斤 12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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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斤 。 122斤 本身有没有 你要起来 按一支 106斤 105斤 得别吃可以了 106斤 它是有隔門的 就是這樣 蠻透明的 可能洗澡還是會被看光光 這裡呢 就是大家期待的view 它還有一個床 但是超熱 你們不會想出來的 然後看的地方 然後那邊就是飯店的泳池了 然後就是麵海 然後那邊還正在建設 像這樣 好啦 現在來到Grand World 通常會在這邊拍個照 然後去搭船 對 對 來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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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搭完船之後就是吃晚餐 那這條路上全部都是賣吃的賣喝的店家 還有一些按摩店 快沒了吧 沒有意外晚上就是海鮮餐 外面的話都是自助餐 那通常會選擇這個餐的客人都是自由行的人 或者是當地的越南人 我只負責拍照 這簡直就是一個倒影 你拍了這個照片然後把它倒過來 你都不會覺得照片是煩的 我只負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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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是看這個威尼斯的水上燈光秀囉 這團呢非常有情調 邊喝酒邊享受 但是這個是水舞秀 但是這個是水舞秀 因為風所以水上去之後 下來就會尖叫聲 這是早餐的地方 那這間酒店呢 早餐非常的豐富 你看還有這種蛋 帥氣 然後這裡一定都會有盒 盒粉 喔還有披薩耶 這也是披薩 還有寿司 飯 喔小饅頭 然後這裡就是奶鬚 堅果 再來是我們最愛的白片 喔那還有自己做的這些優果 先吃點水過去 點點去 這邊是麵包區 這邊是麵包區 超可愛的 沙拉 醬區 起司切 鬆餅 好麵包 就這樣啦 現在要看表演 而且現在摸到人超多 以前都空空了而已 現在啊進門口都要排隊了 完整版的表演呢 就等你們自己來看囉 現在前往野生動物區搭車 現在前往野生動物區搭車 好燒 然後 接下來來到了 珍珠奇幻樂園 東園呢跟他呢 就只有五到十分鐘的車程 所以其實很快就到了 來的第一站當然是先填飽肚子囉 這一餐是吃中式肉 我們看完比如說 Aq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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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看到烏龜的下巴 然後烏龜在吐水 這是龜頭 很大耶 門口有兩個海参 我們現在有個外國的海参 我們現在的海参 我現在的海参 我們現在有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的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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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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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里我有两个洗手台 还有一个化妆台吧 大概是厕所跟我的淋浴间 谢谢破妹 这是早餐的早餐的饭店的早餐 店包 现间的酥饼 然后这边就是一定都会有的盒 盒粉区 这边是小龙的小龙的小龙包 一样是小龙包之后来就是饭炮炮炮炮炮炮炮面包 县叫的饮料区 大致上就是这样 早餐还不错 味道上啊 调味上都还不错 还有这一区 优格 还有冰淇淋呢 早餐吃冰淇淋 牛奶 今天是第三天 我们要跳岛游 在这个南岛这里呢 我们就是从珍珠岛玩到香岛 第一站呢就是海钓 钓这个鱼 再来就是浮浅 岛上一龙山 从那个岛来到那个 山沃集团的岛的话 要坐这个接驳车 那我们差不多呢 在这个香岛上 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那它有那个水色园 然后也有这个木灶的云霄飞车 还有360度的旋转景观塔 那因为呢 我的影片遗失 所以在这边我就没办法呈现给大家看 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补上 因为呢 之后复国岛的行程 还会有更动 那它有两种方式出出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从香岛 然后坐缆车 到他们的乐园 那第二种呢 就是像我们这个行程 是从珍珠岛 然后玩完之后 再坐接驳车到我们的香岛 好 接下来就是网红沙滩 这里会叫网红沙滩 就当大家体会一下为什么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秘镜 海星沙滩 这个行程呢 不是每一个都有 所以呢 如果呢 你想要来这里的话 一定要看仔细哦 岑海星沙滩 咸牙五星团呢 基本上都有龙虾 如果走北越的行程的话 有龙虾吃到饱哦 走 從富國島飛到胡志明 現在要去搭獨覽車 胡志明的粉紅教堂 現在要去金融大廈 金融大廈 以前這裡是賣海尼根的 拆電的 人不莫能玩 か再來 先別一言 我們要去金融大廈 它是真多的 我的海底 那邊 你監視你 完全沒想到 我沒想到 感谢观看 当然是回饭店休息啦 这是今天睡的饭店 也是Pullman的 一张床 然后这边就是夜景 这里的话就是厕所 天空的有点 所以如果你再来 打算坐船 或许多长的 说等一下 就说 李酸 这不可以 我先过来 诶 然后这也没 对 那样 那样 拍摇 百年幽局 遇到毕业季 像洪教堂啊 还在装修 就是书街啦 就在这个百年游戏的旁边 这边很舒服的 这里是百货公司里面 卖的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巧克力 然后它那边也有咖啡跟面包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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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ice cream呢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它可以選兩個配料 記得要點綜合的 而且它綜合跟那個 牛奶跟巧克力搭的很棒 很濕滑很綿密很香 不會很甜 它那個珍珠 是巧克力珍珠 我覺得大家來 這間的話 它在胡志明的 那個Vcom的那個V2 可以來這邊試試看 現在來試試看他們的巧克力牛奶 我這一個是沒有加糖的 它那個沒有糖的 真的好濃郁喔 它是屬於酸苦綜合 但是酸甜多了一點 而且它這一杯不是水的喔 它是那種濃稠的巧克力 但是它好好喝喔 就像整片巧克力去文化的感覺一樣 你是用喝的在喝那個巧克力 你是用吃的 很棒 很濃稠 很好喝 很香 然後我們現在在咖啡公寓裡面 喝咖啡 不只有咖啡啦 四種汽車抹茶 平安平素草 每一個這個 應該是藍莓吧 青奶茶 我們隔壁就是那個 我們的隔壁就是那個 放完之後呢 就來這邊吃中餐 加碗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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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嗎? 這個好吃 這個好吃 看來你好吃 你不會接什麼 不會 這是越南航空的餐點 這就是雞肉沙拉 然後果凍 還有這個麵包 還有這個玉米 好的 五天四夜住國島加胡志明的行程就結束啦 那我這裡就是純分享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更多 那就參團吧 其實復活島還有存五天的行程 那我之後就會把它放上來 那復活島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要純度假的話 這是非常適合的 目前它的海域都算非常的乾淨 沒有任何的垃圾跟污染 但是觀光客越來越多 會不會造成污染 有沒有辦法保持住 那我就不知道啦 那現在呢 有家胡志明的行程比較少了 大部分都會存完五天的復活島 那復活島呢 主要就是 鄉島啦 跳島遊啦 海星沙灘啦 還有這個日落沙灘 還有這個動物園 然後珍珠樂園 烏夜城 這個實力步行呢 是非常主觀的東西 你喜歡的風景我不一定喜歡 你喜歡的食物我不一定喜歡 所以挑選適合自己的行程 比較重要喔 記得行程要看好 有沒有你想去的地方 才不會開開心心的來 結果是一場空 大家覺得五星的復活島加胡志明的行程 感覺如何啊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掰囉